1950年2月9日 麦卡锡发表了国务院里的共产党员炮红 国务院开立了一堆所谓共产党员名单 并对他们进行污蔑 麦卡锡利用自己担任的美国参议院政府活动委员会 及其仓涉小组委员会主席 一直对政府机构进行反共产主义渗透调查 煽动了美国全国性的反共十字军运动 50年6月发现战争爆发 7月美国出兵朝鲜任战进入新高潮 麦卡锡主义进一步泛滥 麦卡锡散布美国政府中有人暗中 师同苏联出卖蒋介石帮助了共产主义的忙 忙着支持美国政府中的进步人士 9月23日美国国会通过了 1950年国内安全法及麦卡锡武德法 截至在镇压美国共产党和进步工会 在麦卡锡主义盛行时代大批进步人士 杀拜日和进步人士